歡迎大家收聽收睇 Chit Chut 聲圖和珠色會寫 《無線台興劇》已經開落了 最主打的兩套就是 《黑色的月光》和《根國嬌雄》的第四集《懸崖》 當然還有一齣他們說的是廉政行動 說真的到廉政行動其實沒什麼好說的 因為那套來自很多真實個案的個案 其實每年他們都拍的 《南無線市》和廉政公署 所有事情都存規到他們 沒什麼高潮起跌 總之就是蛇不能勝正 貪污就一定要被人抓 這個定律就沒什麼特別改動 又不覺得特別好看又不覺得特別難看 正常就沒什麼好說的 至於新尼和亨利 在上一次的新尼港年裡 就已經講了《黑色的月光》 這個《黑色的月光》8月15日 我就不斷講一下 因為今天我主題主要是講懸崖 《黑色的月光》 就只有兩分鐘左右 講一下這個劇 老實來說 我就覺得不太好看 因為韓國的這些復仇劇都做了很多 香港也都開始有 例如《榮耀》 什麼什麼《榮耀》之類的東西 其實大陸都有拍的 中國大陸都有類似這樣的劇 其實這些東西吃得多 都覺得開始沒什麼新意 就是差不多 整體來說 我又不是覺得它爛的 因為它所有製作、報警、所有人物的設定 都精心設計了 就是說是有誠意之作來的 只不過劇中就真的有點悶 又不覺得有什麼特別 是找到楊義 我忘記了她的新 改名叫楊什麼鬼 我不懂得讀 我叫她做楊義 大家可能都會記得 我記得她的舊名 也有新名 她做得好是固然的 她是肯定的了 老實一句 因為她都算是做了很久 《無線戰士劇》 都有這個level 是事後級的了 她已經是 這個角色對她來說 沒有難度的 她是拿捏得好的 還有不會做得太過差 又不會太過誇張 絕對是一個剛剛設定好的角色 是給她做的 而且她做這種角色 之前好像《攻心計》 她都拿捏得很好 所以她的演技 就不容置疑了 況且她也不會太過差 雖然她養尊儲優 生了一些子女 但是她的演技是在的 也沒有失望 當然了 珍利和亨利 就說了林夏薇 這次做反派 做得不錯 老實一句 其實我對她來說 我覺得她還不錯 我又覺得現在的電視劇設計 反派 其實都是TMPC 兩種模式 她又不值得太過 有深刻印象 是她平時做中的 她平時做一些善良的 這次她做反派 的確是一個大突破 但只不過是因為她以前做開 某一類型的角色 突然轉頭做另一種角色 大家就覺得有點新意 但是如果再看看 其實這個角色 這個奸角 我又覺得她做了戲 這麼多年 又不會拿捏不到 好看又講不上 有新意 我又不覺得她有什麼驚喜 現在我覺得拿起手 十個八個 有些十幾年的在電視圈 做了好多種角色 我想這個角色 都拿捏得到 她的 老實她的知力 也差不多 我又不覺得她做不好 不是每天都要全奸人角色 因為老實說 她這部片 雖然說 背景的故事 是來自復仇劇 和韓國那種 但都是一些大陸劇 始終在上面 所有設定的一些規劃 都一定在 所以基本上 我覺得這種角色是天天一律 不需要特別太多 額外的要徵集演技 其實只要你做演技 做電視劇 或者做電視劇 做電視劇 有一個水平 七百年 十年左右 其實這個角色一定拿捏得好的 所以我覺得 林夏薇 不會有難度 因為我不覺得這種角色 有太難的表現出來 因為整個角色表現出來 都是屬於周圍環境堆砌出來 而令他一件事 不是他說他真是一種角色 去控制所有事情 好像是 但其實你看到所有的鋪排 都是由環境堆砌出來的 所以他做的事 和整個角色 我不覺得他突顯到 那個角色太深處 當然 各人看起來有不同 對我來說 我也看了林夏薇很多年 我覺得他是合格 和做得好的 但是你說 是不是做得特別好 我又不太覺得 總之來說 老實說 我覺得這個 我跟阿亨有說過 他們有抽七分 其實我給五、六分 或者我給這麼低 就是因為 一來新意 二來這些劇種 其實真的好像一個 copy machine 一個複印機 複印又複印 就視乎一個演員有沒有驚喜 我覺得驚喜不大 還有這些設定都是天平一律的 你現在打起大陸的劇 做這套複製的片 其實十套八套不難 大陸的演員 要有資深 或者做得好的 多 所以變相了 這套劇 做出來 真的不太有一個特出 講到 其實講到是一種復仇劇 其實可能是香港的片中少做 或者這種形式 之前有個什麼 交到這套劇 口邊不錯 當你試一下 好像在大陸片一樣 要不出 一出同類型的片 有十款八款走出來 其實 你就覺得 其實真的沒什麼特別的 當你現在好像我這樣 又會看韓國片 上網看大陸片 其實 它不是真的做得很好 但是它的製作是有水準的 就是說 它最基本就是 它的投放資源是多的 不是求求奇 拍一套 所有景點 人物 氣氛 它完全是落足重本的 所以基本上 這套劇 其實是複製模式出來的 所以不會太難看 不會像我之前講的那套 那些警匪片 開始都爛了 其實它主要整個模式設定 一、五、一、十這樣 複製上去 其實是OK的 只要演員不做這麼多的資歷 其實這套劇不會太難 好 那這個是我對那個 黑色的八月十五 不是黑色的月光 不好意思 講習慣了 我跟阿亨李經常講 黑色的八月十五 黑色的月光的一些 我自己個人評價 那我們講一下 例如《根國嬌雄》 好 《根國嬌雄》 《根國嬌雄》的名字真的很貼切 《根國嬌雄》 整套劇都在《根國嬌雄》 真的快要下跌了 老實一句 一套的系列拍到第四輯 其實它的生意 可能真的不是那麼大 都要視乎了很多周圍的環境 那正如我講這些 和有大陸合拍的片 其實所有的景 甚至的東西 一定都已經是上乘 不會是隨便去做的了 那當然大家要細微 去挑一些很細的東西 這個叫做《蛋女》挑骨頭 是可以的 但是那些就沒有了 為什麼? 因為我覺得那些沒意思的 不過整套劇老實一句 真是在懸崖哪裏 為什麼我這樣講呢? 它真是沒起床名 就是因為整套劇的故事 真是一些所謂的大陸 真的又是大陸 上面一些叫做文初英雄片 或者在一些叫做 第二次世界大戰 期間發生一些 愛國英雄愛情故事 差無幾 問題就是說 它又不是太難看 又不是真的這麼好看 和黑色的月光的情況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只不過《根國焦雄》 這套劇 早在十多年前 開始第一輯的時候 阿黎要長做的時候 還有一種回響 做得好 鄧穗文做兩集 這次是胡定欣 胡定欣不是做得不好 但是這些角色 他真的拿捏不到 他不是那種有霸氣的女強人 這些內裡要散發出來的氣勢 真的要有這種經驗 或者他的人生樂力 或者他演藝少手做過這樣的角色是好 胡定欣一直都很少做這種類似的角色 就算他之前拿一些影后 事後 都不是屬於這種類型的角色 屬於個人的表演的角色 因為你做一個女強人 你是需要一種好像女霸主那樣 你需要有很多旁邊的人配合 和整個環境 偏劇上令到你感覺上 他是在控制大局的 而這個所謂胡定欣的七爺 我不是太過覺得他有這種氣勢 做出來的樣子就差一點 他不是做不好 他做得到的 但是我投入不了 裡面主要說的靈魂 就是一定是黎要長 這次柴十七 大家都問和柴家是不是有關係 其實一點關係都沒有 他們說到柴十七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名字 那些我就不說了 這些都是演員外面都要做宣傳說的東西 但是問題是為什麼今次這個 我們不要說第三輯 第三輯其實有點離題 所以第三輯其實基本上是可以不談的 今次這個因為他又找張華彪回來 因為張華彪是香港磨繩電視一個金牌編劇 所以他做過的電視劇 我相信大家都不會不熟悉的了 譬如《根國嬌雄》出著他的手筆 《漲一輯》的第一輯和《以外號情》都是他 之前的《唐心風暴》 還有《西關大少》、《帝女花》 還有很多年前 九幾年的萬利詳情 《開西浩俠》 甚至當代男儀時裝劇 《漲一輯》也是的 他在無線紋漫畫表20年 金牌監製他當之無愧的 所以你聽了出的劇 你聽出來都是 以前有看過 都厲害的劇 《漲畫表》 他重心放在中國大陸 所以這次下來 正好是因為他有了大陸上 知道所有編劇的那種框框 應該怎樣去處理 怎樣去吸引大陸上的觀眾 去看這套劇 他應該是拿力得很好 所以這套劇 老實一句來說 其實主要都是 我想不會是給香港的觀眾 會是一個主力重心 應該是北上的重心 裡面所有兒女情場 國家大事的東西 如果大家有看大陸片 都是差不多的 只要不要列走出大陸劇 那些框框的所謂程度 這套劇絕對是 在大陸裡面有一定程度的收視率 那麗耀祥 顧名之義演技 不需要懷疑的了 只不過老實一句 他真的老了 再做這種角色 就似乎有點老了 還有我覺得之前他做殺手 拳幕或者做輕功 他做得挺好的 因為一個不一樣的麗耀祥 感覺上 每種不同的清新 我覺得好像之前 他經常都是很烈的 他是烈酒來想一想 柴狗 和二開浩晴 都是很烈 很光烈的一個人 那他是一個烈酒 到現在這個時期 應該收了火了 開始有一種好像 絕世高手的 開始 叫做怎樣說 一種絕世高手的 平淡 他的內臉應該是會更加厲害 所以做的東西是出乎於 更加好的演技 所以我覺得他之前 在無線有紀錄 例如輕功 拳郎 甚至近幾年的殺手 他做得是不重的 可能大家未必欣賞 但我覺得他開始 由列轉為 淡淡有味道 有架構有框 還有設計的一種演員 當然他現在 老實說他在無線都成 但是說他都 一三十年了 他從無線訓練班 最初出來 他都五十幾十歲了 要他再做一些 再青年爆炸的角色 我怕他爆血管也像 這次將話表回來 我不覺得他能夠 帶起一個新高潮 我只可以把一個 穩陣 妥當的 一個編劇故事 拿出來 你不會覺得他好像 二海豪情的第一集 一柴狗 那種這樣的影響力 這其實可以有一點 可以分析一下 為什麼我覺得 柴十七 比起他之前的 劉醒和柴狗 差一絕領 跟當時 當然無線編劇都有關係 當時的環境 還有這些劇 在香港的時候 編得出是因為 可以說不受大陸電視劇的 一些權利影響 大陸電視劇和電影的條例 都是近這十年 才開始有監管 所以他的創作 編劇是可以去得很盡 你現在很驚訝 你現在看到很少一些 很偏走偏風的劇 走出來 因為他想不到大陸 過不了 那為什麼 他的角色編劇做得好呢 是因為 在柴狗裡面 他是一個小人物 他不是一個大英雄 從頭到尾 柴狗是一個很接近現實 甚至很低層的一種人 所以觀眾看來的新鮮感 他不是一個大意想念的 有錢人 他怎樣行衣 夠勢來壞 他不是 他是一個很通 很人人都會做的市井 他有需要他去嫖妓 他會喝酒 吃肉 會計算 會貪小便宜 人性 一些基本的東西 他是有齊 這個二開豪情 第一集就是 所有人 比如好像岳華 甚至有少先祖 那時候 吳祥希 你可以當他是一種 好好看的東西 但是你會感覺上 那些只不過就是一種 所謂大家宅 有錢人的生活 你對他來說 不會有一種 投放的一種認同感 因為你沒有辦法接觸到 因為有錢的人的空間 是可以很無限的 但是窮的人 你始終可以做的事 只有幾樣 因為沒有錢 所以柴狗做的事 基本上你會覺得正常 一個男人 有錢就去嫖妓 是不是 有錢就去做一些賭檔 正常的 而且他幾要求的東西 他是一個 角色 他是一個很貧借的地方 走出來 你會知道 我講的 他的一生的願望 就是 他帶著一袋袋的白米回鄉下 給鄉親父老 一袋袋的白米 今時今日 其實你想到其實不難 但是那個饑荒年代 不要說拿肉拿魚 飯都可能沒得吃 吃薯皮 吃薯根 他就這樣走出來一個小人物 是的 所以 一袋袋的白米回去 其實他等於一個土王 我有好東西帶回來 那種渴求其實很少 他沒有想到 我要帶多少錢回去 他就要白米 他倒出來 整個角色就是要找飯 要吃飯 我要怎樣可以令到家裡不會捱我 他已經沒有很大的心想想 我究竟要賺多少錢 要買大房子 不是 他根本都沒有這種想法 因為 吃都沒得吃了 他想不到這麼遠 這個是正常的 所以根本第一集的《柴子》 那個角色爆出來 因為他貼近人性的一種 掙扎求存小人物的向上 要生存的一種目的 其實他由頭到尾都是 因為最主要就是生存 而《柴子》 《柴子》 這套第二集《柴子》 他拍得好 當然有社會動盪 和所有人的關注 也都會覺得 柴子柴子這個角色 他不是天生一個 沒有缺陷 或者沒有經歷的人 他老婆 比陸母他大 他 他在《柴子》裡 他是神槍手 但是他不得重用 上司抑壓他 在那個年代裡 他不是受賄的人 但是 整個周圍都是一些惡勢力 他要掙扎 就像第一集的《柴子》 他要在這些地方 要找一條漆路 這種是對所有看 都市人的一種共鳴 就是 我在眾鴻鴻的一些社會之下 我怎麼可以脫榮出 掙扎求全球出來呢? 劉昇和柴子柴子 兩樣有一個共同點 就是 顯得出 黎耀祥是可以做 明年那些頂人的一種 認同感的 所以二凱號情 包含了一些 他不是一個救國英雄 他是一個救國英雄 對他們 他沒有關係 他不是說 一個救幾百萬人 他是鄧穗文的角色做出來的 主要的角色當然是跟郭蕭雄 當然是女主角 他的東西 也是由 男主角黎耀祥帶出來 一番熱血和愛情 他最好就是這兩個劇集的愛情 不會拖泥大水 因為他不會有一條很主要 那些愛情 全部都是出父懲罰 都是根據整個風流出來 將畫表做出來的東西 不會把這種 那麼 嬌人 或者 又要談情算愛的東西放在這裏 大家就一次過就是在一個 在一個動盪的聲音裏 動盪的時落裏面 一對所謂可以相亂的人 究竟他怎樣爬過這一個 大山 正正好就是第一集的缺行 在第二輯的意外號情裏面 其實他們兩個是修成正果的 所以大家看上去是有一種 開心感的 這個當然 張華彪先生呢 是跟英記一功的 好嗎 好實 講而這兩輯 這一輯呢 好了 隔了十幾年 2011年 14年 他回來了 他拼出來的懸崖 跟大陸上面的模式 一模一樣 十七的事 做的事 基本上 你不覺得他有多容易 他亦都是幫助七爺 胡定欣去解決人行的事 但是問題就是 所有事都是 講多做的 你見他做的事 再做的事 全部都是盡量都是 聊天啊 談判啊 都很少有什麼大的動作出來的 有的 很正常的巡禮動作 那 這個故事其實 最奇怪就是 蕭靖南的角色 他也是為了復仇 不懂 不懂 要搞很多事情 然後有一個 有一個 就要做到好像小丑 那樣呢 其實那個角色 我有點覺得 怪怪的 可能好看的 但是那個人 整個主要 他們要面對的東西 不是國家的 他們兩個 胡定欣和黎耀祥 主要面對的危機 是這個 蕭靖南的一個 角色 就是你不知道 他哪個傻 哪個傻 哪個傻 他當然是癡癡的 但是他又有很多 魔鬼的計劃 好了 到最後 最後在第23集裡面 這部戲我們已經上網看完了 他就被他所謂的 哎呀媽呀 開槍吃死了 就是這樣 原本他最後一步 可以逼胡定欣跳樓之後 然後 就給了他所謂 有眼直的媽媽 其實他都不清楚 這個兒子究竟是不是他 但是 裡面講到的就是 他希望這個兒子是他 因為他看不清楚他 但是他又 被蕭靖南 設置了一個局 那樣 他又看不到他 他就 用一種 心靈 覺得這個是的了 是的了 不要再想太多了 但是最後他醒了 開槍死了 就是這樣了 整件事就是 很 很 很流水作業的一套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 戰亂的兒女情長劇 沒有了 然後你再要講到就是 其實整本真的不可以好講 因為整件事其實都 不是真的那麼吸引 那麼刺激 那麼緊張 你不跟他第一集裡面 跟第二集裡面 阿殘九他下部怎樣呢 他又被人刺死了 我扔了河底 他怎樣翻身 劇情那個編排的緊湊 這裏是沒有的 就是 你會看到很正常一套這樣的 戰亂之下發生的一個故事 最後搞定沒事了 大家好了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沒有什麼值得 有個高潮位 就是沒有 你會再看到就是 他會套用回他第二集裡面 就是你見到結尾的時候 因為胡定欣 他患了個病 就會忘記了 他竟然告訴他 他其實呢 跟阿查十七求婚 跟他求了28次 然後他問了他一個問題 三十幾次 就是問 如果他先走 你會怎樣呢 那麼他就認回 二海豪潛的那個地方 就是當時 劉昇和九姑娘 在醫院裡 當時劉昇的妹妹 即黎耀祥的妹妹 又生病 快要走了 那麼他看到他一家人 那麼他就在那個幕裡面 鄧瑞文就問他 不知道到其時 說有時候 你先走 還是我先走 跟著阿曉耀祥的時候 就很淡淡地說 那 你先走 我就等你 那樣東西是一種細水長流 其實鄧瑞文也有說過 這一幕的感情 他今次又把這一段 這樣說話 搬到最後結局裡面 但是那時候 那時候 他講的同一番說話 其實是講的 有一種很愛情 到其時就看誰先走 是吧 到時就看 如果我先走 我可以在上面等你 就是同一番的說話 同一番的台詞 但是震撼力真的沒有了 因為你看到鄧瑞文那一幕 他哭了出來 你感覺到當時 麗耀祥的家人 快要有生離死別 有一個女人跟人說 究竟你會怎樣 然後她說 那就是他的事 你先走 我先走 我就在上面等你 就是那種 跟這個結局 所有的說話 整個氣氛 根本是完全不一樣 但是張華彪 把這件經典的一幕 放回來 在最後結局裡 就是多餘 根本就 不知所謂 因為胡定欣基本上 不停失憶 不停忘記了她 麗耀祥就不停守護她 就不停向她求婚28次 答她問題 大概三十九幾十次 但是她這件事 所謂她兩個的愛情 如說得 又不是似有懷無 是很兒戲的 突然坐下 最後一集就是 我等你多幾年 由三十幾歲 說到45歲 55歲到65歲 所以這樣 整件事 其實可以不需要說 對不對 整件事都 做出來都是 我所謂的就是 不好看 整件事的所謂的愛情 基本上就是 鑑躁放進去 所有有利於 北上的 或者任何一些元素 她好好地這樣放進去 這個就是做了 北上的大陸受了上面影響 你一定要融合上面的市場 得出來的一個程式 它的formula 就是這樣 我相信 我覺得它原來就是因為 基本上香港的編劇 沒有辦法可以再有突破 或者創新 或者有創作 就是因為 所有劇都要賣錢 你賣錢就要去北上的市場 北上的市場 你就要遵照北上的一些規劃 它那個系統是這樣 你就只有在那個系統裏面繼續運作 可能 總會有幾次 你會找到一個好的演員 或者 再好少少的故事 令到這個 這麼沉悶的formula 有新的突破 那香港 如果單純 如果你只給香港看的話 這套片 就是 黑色的月光 真是在懸崖上 我可以做一個總結 就是香港的電視劇的編劇 已經沒有香港電視的特色 已經在 快 差不多跌下去了 那個懸崖 我覺得這套東西 《二海豪情》 懸崖第四集 可以告訴我 以今年來做一個結論 就是 香港的編劇電視劇 已經在懸崖了 下一步就是跌 不會退後 也不會安全 跌硬 無論做多少劇 後面 那個框框那種formula 都一樣 我已經看到2025年 無線戰士節目循例 那些也是類伏仇劇 家族劇 那些你最好做 就是因為 你在北上有錢 有地方 有資源 有人力 可以拍攝上來 估計很多 這些東西 就是複製 他們就複製 總之上面 不想接受就可以了 其實他們無線期 開始不需要理香港 究竟你看不看 其實他們都不在意你 因為 我不要說10億人口 他只有一億人看 就已經足夠了 你香港只有那七百萬人 多理不多少 你不少 你不喜歡 但上面有幾兩億人喜歡看 那就行了 你明明那個數字 生意就是這樣 我不會為一個小的魚塘 去犧牲一個大海 你明明 那變相了 所以現在的無線周宣 他說 他以後廠房都不如 其實是正常的 香港這麼貴 成本又高 拍完劇 其實都不會多很多廣告商 但是在北上不同 商機是很大的 可以令到 只要他繼續向北 繼續發展這些電視劇的事業的話 這種產業 基本上很快就會轉虧為益 不需要局限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 這個就是我看到 一個叫無線電視劇 定步其實 在2024年一個真正一個總結就是 香港電視劇已經走入懸崖了 不是已經在懸崖上了 下一步不是翻向 是跳下去 好了 那這套我就講到 是這麼多了 台慶劇基本上大家 追看性有的 我總之就是沒有什麼驚喜 看完之後 又不是覺得不好看的 總之又不是懶 總之整個東西就是 中容低度 中規中矩 看你沒有什麼驚喜 但是看一下又無妨那組 就是這樣了 大家有興趣有時間 就不妨去看一下 這個就是我對這個 懸崖 珍覺嬌雄的第四集 一個自己的一點點評價 都不差的 我看來要長是可以的 但是其他角色有一點點都怪的 好吧 希望不要讓我講中 我的衰口 我都希望下次再講一些好 真的有好東西要講 因為這一兩年 講無線劇集真的 真的沒有它好的 我也不想的 我也想講好一點的 實際上真的給我一些好一點 謝謝 好 就這樣了 各位下次再跟大家聊 拜拜